成年熙邓紫棋同框,同包子脸气质却不同 女生的美丽是否之取决于应有长腿 成年熙和邓紫棋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精华往往是凝聚在小巧玲珑的身躯中 这些娇小的女生都是上天创造出的精心打磨的杰作 她们身体先小,却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这股能量动发出来,使得邓紫棋登上了顶尖歌手的宝座 同时也让成年熙成为一线女演员 成年熙和邓紫棋毫不费力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无需大声呼喊口号 巧合的是,她们亚都在国外展现了自己的美丽,并且坐在了一起 成年熙和邓紫棋原本在国内很少有接触的机会 但在异国他乡相遇时却产生了一种熟悉感 对于那些外国人来说,这两位女神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让人有些难以分辨 她们两个实在是太相似了,无论是从头到脚都一样 发型完全一致,就连长度也几乎没什么差别 裙子的款式也完全相同,都是吊带裙,只好性好颜色有着明显的区别 她们的相似之处不仅仅是壮脸那么简单 成年熙和邓紫棋都是拥有一些婴儿肥的可爱女神 而且她们的脸型都是刮子脸,简直就像亲姐妹一样 更夸张的是,她们没有撞衫,却撞到了相同的面容 因为裙子过于薄而凳子又异常坚硬 她们根本无法长时间坐下,不得不不时站起来放松一下 摄影师非常善于抓住机会 她并没有错过拍摄成年熙和邓紫棋起身的那一刹那 成年熙和邓紫棋原本正在努力寻找一位摄影师 希望能为她们拍几张合影作为纪念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有一位主动前来提供帮助的摄影师 现在不用多说了,让我们好好配合她的指导,进行造型吧 她们俩向摄影师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是拍摄出她们俩更加美丽的形象 第二是让她们能够仔细观赏拍好的照片 当成年熙浏览照片时 她发现了自己与邓紫棋之间微小的不同之处 成年熙对邓紫棋说 咱俩的脸有点相似 但是我可没有你那样的身材丰满 邓紫棋开心地表示 你可能没有想到吧 尽管我各自娇小 但我的身体比例却相当夸张 婴儿肥不仅出现在我的脸上 还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 每一块肉都尝在了她们应该尝的地方 笑着说 成年熙表示 看起来我们的身高差别好像不大 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娇小灵能型的女生呢 怎么没能像你那样幸运呢 我的肉肉都尝哪去了呢 邓紫棋笑着指出 我这种是比例失调 而你的身材就是黄金比例 既不胖也不瘦 既不大也不小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成年熙和邓紫棋 两位美女同台竞技 各自展现出不同的优势 成年熙以她迷人的项脉获胜 而邓紫棋则凭借她出色的身材取得胜利 这样来看 是否可以说双方打成了平手呢 喜欢观赏娇小灵能女神的人来说 这绝对是一场美能美奂的视觉盛宴 如果邓紫棋心情愉快 或许还会以几首歌曲增添欢乐气氛